劳保有破产危机 但这明明是历史共业 已经退休和即将退休的人 受到的影响却不大 青壮年世代 薪资不涨 保费反而涨 越来越苦 难道他们注定就要当牺牲品吗 我们在街头访问发现 有些中高龄民众 其实也愿意少领一些退休金 让下一代的负担 可以不要这么沉重 但前提是 要有足够生活所需的金额 台大教授林万亿提出了见解 现在老人福利 称得上非常周到 年长者生活费用相对比较低 若能少领一点 延后破产 甚至避免破产 对于台湾总体来说 都是好事 天真无邪的小女孩 以下课就迫不及待 要和最亲爱的家人分享喜悦 可是却碰上问题 妈妈的 奶奶的 爷爷的 怎么没有了 医疗进步 老年人口越来越多 但生育率下降 台湾的劳动人口将越来越少 年轻人即使愿意负担 但又能抚养得起多少老人 50年之间 台湾人口结构剧烈变动 原本20个年轻人 可以共同分担一名老人的生活 但根据金建会的分析显示 2012年已经是不到七个年轻人 就要抚养一位年长者 预估到了2039年 平均两个年轻人要抚养一位长者 负担之沉重 可想而知 广告中 爷爷爱孙心切 把糖果还给孙女 不过一旦糖果 变成了退休年金 还有多少人 愿意牺牲掉 本该属于自己的福利 就是说现在的也不能给人家领少 领少人家现在也很辛苦 以后的希望子孙也可以兼顾 子孙也可以领多一点 大家都好对要紧 政府最好能够把经济拼一拼 也可以给下一代领多一点也很好 所以您是认为说 这一代人是可以领少一点 可以提取一下 当然要够他生活才行 要足够生活 是是是 老保破产的魔咒还没应验 却始终是挥之不去的噩梦 准备退休或是已经退休 这些长一辈的人 不纯然赞同少领的做法 但光是要求薪资水准 大不如前的青壮年 来填补资金缺口 也绝对不是专家眼中最好的选项 比方65岁以上 你有很多搭车办票 你很多出入什么旅游 什么场所 公司办票 那房租跟房屋贷款也都没有了 所以你的生活货用 其实会相对的降低 那过去人 你没办法全部跟他要回来 至少把 因为没有精准的计算 那个给付跟费率或提拨率 之间的关系某种程度的稍微拉起 那这样的改革是最务实的 林万一认为 上一代经济压力小 可以稍微退让一些 毕竟劳保费率调涨 已经是现在进行事 青壮年无可避免 要面对庞大保费压力 他强调 如果不谨守世代公平原则 恐怕会压垮青年世代 除了世代共同承担财务压力 另一个期待改革的大方向 还有政府雇主与劳工 在保费上的负担比 我是主张六对四的 如果大家都六四 军公教那边 政府也负担六成 所以政府就少掉了0.5 就等于省了 然后接着劳工这边的六四 雇主少掉一 但是雇主少掉一 我们就来谈 你那一要回馈到薪资 如此一来 不仅企业有调涨员工薪资的空间 政府少负担的部分 零万一也建议 可以拿来做补助弱势之用 此外年金改革 另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就是职业别不公 目前不同职业别之间 年资及付率差别很大 军公教最高是2% 劳工是1.55% 家庭主妇只有1.3% 他呼吁年资及付率 应该调到合理的比率 但是1.55是绝对偏高 绝对偏高 这是真的 那要降到1.3% 如果都降到1.3% 那就用1.3%来算 那公务员也用1.3% 那就没事了 全国都一致用年资及付率 都1.3% 在人口结构 建区高龄化的现况下 劳保缺口也势必扩大 年金如果不改革 制度性的潜邪将严重威胁 台湾年轻世代 只有协力填补 才能创造双赢局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2.3% 5.3%